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讲了几天俄乌的边界危机 那么今天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 反正美国政府拜登总统还是那句话 俄罗斯肯定入侵乌克兰 那么美国 英国 德国 还有欧盟以及日本 包括加拿大都向俄罗斯释放了不同的制裁措施 那么这些制裁措施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主流的媒体一见认为 这些措施对于俄罗斯来说都是不痛不痒的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 无所谓 反正已经习惯了 我们不做任何动作 美国也会制裁俄罗斯 其实美俄之间的制裁措施一直都有 只不过这些制裁措施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就有不同的影响 现在美国的制裁措施 反正就是让俄罗斯很难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 如此而已 至于能不能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呢 那么这个就要看各国接下来的反应 以及有没有更强力的措施 反正现在普京还是那句话 我们到这个乌东边界是为了这个维持和平 那么俄罗斯呢 也愿意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乌东边界的危机 所以我个人认为接下来基本上还是这个态势 俄罗斯可能久不久有些小动作 然后呢 欧美国家再对俄罗斯来个制裁 大规模的入侵 我还是认为不太可能发生 只不过这种大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会对美国的民生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这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在乌东边界发生军事危机过程当中啊 有一位美国的前总统又出来说话了 当然这就是川普 川普跟普京之间的关系很特殊 在川普当总统时候两个人见过面 大家还记得过去我们在新闻里面讲过 这两个人的见面啊 是我看到近30年来大国元首之间会谈第一次 两个人关起门来谈 只有美国的一个翻译在场 两个人谈的什么呢 不得而知 当时我们的判断 两个人应该谈的是如何应对亚太的局势 特别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大家不要以为今天俄罗斯跟中国 好像是一个半遮半掩的盟国关系 其实俄罗斯对中国一直是有非常深的矛盾 也有非常大的防范心理 当年前苏联为什么一定要推动蒙古独立呢 其实就是想在中苏之间有一个战略缓冲地带 所以川普跟普京两个人关起门来 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要谈呢 我想很大可能是关于中国的崛起 所以川普当美国总统的四年 他跟很多美国的敌对国家的领导人都称为好朋友 比如说普京 川普现在还说 我跟普京的关系非常好 非常好 他了解我 我也了解他 川普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 他大概也是这么描述的 那么所以呢 川普现在说 普京这次控制了乌东边界上两个自称独立的共和国 他说这个手法 你看多精明 川普似乎在夸普京 非常精明地处理乌东边界的问题 让自己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但是作为美国前总统川普 其实他肯定不是这个态度 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比拜登要聪明得多 川普首先先说普京聪明 然后呢 聪明的普京把拜登搞得团团转 但是川普最终那句话 才是他真实表达的意思说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 普京绝对不敢这么干 确实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 川普当四年美国总统 他的外交政策 无论你批评他什么过分强硬混乱搞坏盟友关系 反正在川普那四年 俄罗斯什么都没做 北朝鲜什么都没做 伊朗也什么都没做 而现在呢 这些国家都在给美国找麻烦 所以川普在这个乌东边界问题上 他表面上是在夸赞普京 其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 那么川普呢 也表态反对拜登派兵到靠近乌克兰的地方 其实这个问题啊 在美国很多媒体做了民调 大概超过一半以上的美国人 都反对美国过多的介入乌克兰的失误 其实我在前天节目里面说 美国有多少人能够指出乌东边界在哪里 能够指出顿涅茨克 还有卢干茨克这两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我想绝大部分美国人指不出来 所以美国人觉得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而川普就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所 他说他反对拜登派兵到靠近乌克兰地方 他说美国士兵没有必要在那里开一枪 更加没有必要在那里流血 他说如果美国军队要开拔的话 应该开拔到美国南方的边境 那么他肯定指的是要制止 这个美国边境上的非法移民的危机 所以现在乌东边界的最新的进展呢 应该说是算是比较平静 我们也相信这种态势啊 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基本的生态就是这样 乌东边界上经常会发生一些零星的武装冲突 那么然后呢 俄罗斯可能会有些兵力的调动 美国呢不断的喊狼来了 不断的喊俄罗斯要大举入侵 然后国际社会西方国家 可能会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不断的增加 那么这种状况 我想可能会维持到今年上半年结束 但是在这个乌东边界冲突当中 还有一个话题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 就是中国的外交态度 我们知道刚刚结束了北京冬季奥运会 那么中国在结束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 乌克兰边界的危机的问题 似乎令到中国外交部 必须要做出一个公开的表态的取向 我们之前讲过在这个乌东边界危机上 中国的外长王毅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候 王毅的发言令到不同的媒体 有不同的解读 有媒体说王毅不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为什么呢 因为王毅说要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 但是我的解读是这句话只是一个套话 后面呢 王毅其实是批评了北约 才是造成乌东边界危机的元凶 因为北约的东扩影响了俄罗斯的这个国土的安全 所以呢俄罗斯被迫采取措施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 其实中国的外交政策 外交的政策天平 还是倾向于俄罗斯 但是这两天呢 似乎中国的外交部的态度 有了微妙的变化 这两天一直有国际媒体 在遵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因为现在局势已经不一样了 在奥运会没有结束之前呢 俄罗斯只是在乌东边界 进行一些军事演习 军事调动 但是呢 这两天因为俄罗斯派兵进入了 顿涅茨克跟卢干斯克 这两个地区 那么以维和的名义 进入这两个地区 所以在这个中国外交部 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就有记者问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到底怎么看这个事情 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被问到有关现在的乌克兰边境危机 最新发展的时候 都是顾左右言 他没有对这个俄罗斯派兵 进入顿涅茨克 这两个地区表态 除了华春莹 华春莹在这个乌东边界危机上 对一个问题有了清晰的表态 就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华春莹的说法是 美国过去对俄罗斯的制裁 有令世界更加美好吗 华春莹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中国不支持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制裁 因为制裁不是解决边界冲突 不是解决外交危机的这个办法 但是讲到俄罗斯 对这个顿涅茨克 还有卢干斯克 这两个地方所实行的 实质的军事占领 是否合法 那么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一般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 卢干斯克跟顿涅茨克 这两个地方的表态这么模糊呢 其实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态度模糊或者不清晰 是有内在的原因的 并且其实当乌克兰危机一爆发的时候 中国就应该看清楚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确实是左右为难 中国为什么左右为难呢 第一个 乌克兰跟中国是十分友好的国家 不但友好 中乌两国关系也十分重要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乌克兰在军事工业上 对中国的帮助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两艘航空母舰的第一艘 其实就是乌克兰海军淘汰的瓦格良号 改装成为山东号 那么再有就是 中国现在先进的战机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战机的发动机 是源自乌克兰的技术 它是过去前苏联苏两期飞机的发动机 那么它这个发动机的制造是在乌克兰 所以中国要实现这个先进战机国产化 乌克兰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除此之外 乌克兰还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这个合作伙伴国 而俄罗斯当然也是中国重要的外交伙伴 并且现在跟中国是一种或明或暗的联盟关系 所以当这两个跟中国关系都有好的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 中国就很难免在一些敏感问题上 没有办法清晰表态要左右摇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 中国为什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边界这个问题上 没有办法清晰表达自己的外交立场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俄乌的边境危机越严重 中国的外交态度似乎越来越含糊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这个国家跟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 中国的军工产业有很多系数来自乌克兰 而俄罗斯当然跟中国的外交关系更加重要 现在跟中国算是一个同盟国的地位 那么所以当这两个国家发生冲突 其实一开始中国就已经很难表达他的外交态度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中国在国际上一向主张尊重领土完整 毕竟中国有很多在国际上不被认可的领土主张 那么中国往往在声明这些领土主张的时候 都是以这个尊重各国领土完整来作为一个逻辑 来说明这些领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对这些领土领海的这个主权伸索 是正常的也是合法的 但是今天如果俄罗斯把这个乌东边界的两个武装割据的地区 纳入自己版图的话 那么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要如何表态呢 并且中国外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虽然说外交立场我们刚讲是倾向于俄罗斯 但是他有个大前提就尊重各国领土完整 那个时候俄罗斯还没有派兵以维和的名义 进入这个顿涅茨克地区 现在俄罗斯的军队已经进去了 那么这还算不算维持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呢 很明显如果乌克兰领土完整的话 俄罗斯的军队是不会进入的 并且俄罗斯的议会已经通过决议 承认这两个国家的合法地位 那么乌克兰的领土肯定就不完整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中国在领土完整这个说辞上 就很难再清晰表达自己的态度 到底乌克兰领土现在是不是完整的 如果说中国说不完整 俄罗斯是对乌克兰侵略 那么中俄之间的这个同盟国关系又要如何放呢 所以在这一点上啊 中国也是非常难表态 那么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 中国跟俄罗斯的结盟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是为了抗美 这一点啊 我想是过去我们讲到国际关系 大国关系啊 经常会看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两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 为了对抗某一个国家联合起来 让自己有更强大的力量 其实当初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时美国为了拉拢中国 一起来对抗前苏联 所以才会有了两个完全社会制度 不一样的国家 在对峙了几十年之后建立了外交关系 那么现在中俄之间的这个结盟 也是因为这个是为了共同对抗美国 那么中国对抗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 中国要取代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这是中国的目标 过去的一带一路计划 什么中国制造2025 其实目标都是这个 那么所以说 今天中国跟俄罗斯结盟来对抗美国 中国的目的是这个结盟 为了最终的目标是要打败美国 让中国成为世界的老大 而结盟后的中国发现俄罗斯现在对乌克兰的领土要求胃口越来越大 那么如果俄罗斯真是吞并了乌东地区 或者吞并了整个乌克兰的话 那么俄罗斯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 俄罗斯的最终目标也是一样 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那么在中俄这两国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密切的同盟关系当中 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未来在世界霸权上所要求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那么世界霸权只有一个 换句话来说 在谁是世界霸权上 中国跟俄罗斯必然有一天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中国跟俄罗斯结盟之后 看到俄罗斯在欧洲的外交策略越来越硬的情况下 俄罗斯会不会在这个国际竞争当中慢慢壮大自己的实力 变成了一个世界上第二号经济强国或者第一号经济强国 从而取代了中国的地位呢 所以中国在这个乌东边界问题上明显看到了这个趋势 那么中国还要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要求吗 我想这也是中国左右为难的一个原因 在这次俄罗斯向顿涅茨克地区跟卢干巴斯地区派兵的这个过程当中 普京发表了一个全国讲话 普京的描述是这样的 乌克兰历史上就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昨天讲过了 罗斯文明其实是发源于基辅 那么某某地方历史上就是我国的一部分 它是我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种叙事方式本来是符合中国的逻辑的 但是今天俄罗斯在这一点上的叙事方式 似乎中国听起来好像有点敏感 为什么敏感呢 我们说这个顿涅茨克跟卢巴斯克这两个地区 现在被俄罗斯纳入了版图 俄罗斯的理由就是 这两个地区历史上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而更加重要的是 这两个地区生活的民众都是属于俄罗斯民族的 那么俄罗斯民族的乌克兰国民 在乌克兰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 他们的安全 他们的经济 他们的民生受到了乌克兰政府的打压 所以俄罗斯要把这个地方 把它变成一个高度自知的区域 这是在明斯科协议当中明确描述的一个条约 但是当这个地方高度自知之后 俄罗斯要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再从一个独立的国家 把它变成俄罗斯的一个加盟地区 把它纳入俄罗斯的版图 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话 这在中国将会引起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就是当一个国家 它的邻国有一部分的民众 是跟这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 那么这个国家就要把邻国的某一个地区 纳入自己的版图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这就会引起一个非常麻烦 非常敏感的话题 在中国境内生活着有朝鲜族 有这个哈萨克族 有塔吉克族 还有蒙古族 那么这些在中国的周边都有同类的国家 比如说有这个朝鲜人民共和国 还有这个哈萨克共和国 还有这个塔吉克共和国 还有蒙古共和国 如果按照说在邻国的某一个区域 有一些自己同民族的人生存 这个地方就要化入我的国家版图的话 那么在中国生活的朝鲜人地区怎么办 在中国生活的哈萨克人地区怎么办 在中国生活的蒙古人又怎么办 我们知道蒙古现在分为内蒙古外蒙古 外蒙古是个独立的国家 如果按照说大家是同一个民族 就要必须变成同一国家的话 那么内蒙跟外蒙的问题 所谓的蒙古独立的问题 将会在中国掀起一个新的民族冲突 所以中国在俄罗斯这次吞并 顿涅茨克这些地区 在这个逻辑上 中国绝对不能认同 一认同的话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 所以每当有外国记者 问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怎么看待俄罗斯的军队 进入了顿涅茨克跟卢干斯克 这两个地方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都没有办法清晰的表态 你说反对吧 你跟俄罗斯是盟国 你反对的话 等于现在就跟这个盟国翻脸 中国目前在外交上 对俄罗斯有巨大的需求 这个需求就是要俄罗斯跟中国 站在一起对抗美国 不然的话 普京来参加北京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也不会签了一张1500亿的大单 中国在外交上 在整体的国际战略上 有求于俄罗斯 所以中国绝对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说 俄罗斯派兵到顿涅茨克 跟卢巴斯克这两个地区 是一种侵略 是分裂了乌克兰的领土 但是中国也不能说 支持俄罗斯这样的军事行动 说这个军事行动是合法的 是正义的 因为这样一搞的话 中国还会得罪更多的国家 那么这就讲到中国左右为难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中国联俄是为了抗美 但是抗美之外 中国并没有打算联合俄罗斯 一起抗欧 这个欧子就是欧盟 中国跟欧盟的关系也十分微妙 欧盟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当中 欧盟跟中国在经贸来往上十分密切 那么欧盟在经济上 对中国有很多需求 欧盟也在外交上给予中国的很多支持 比如说两岸政策 比如说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外交策略 欧盟都向中国做了让步 而中国跟俄罗斯的结盟 对抗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针对美国 但是恰恰这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发生了这个军事危机之后 俄罗斯面对的敌人 除了乌克兰之外 就是北约 北约是一个欧美联合的多边组织 所以当中国要面对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中国还能够把美国跟欧盟区别开来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坡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中国在乌克兰边境危机 这个问题上显得有点态度含糊 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因为中国结合俄罗斯 对抗的目标是美国 但是在这次俄乌边界冲突当中 俄罗斯的对立面是北约 北约是美欧两个地区的一个结合体 美国是北约的领头羊 但是北约国家的大部分成员 是欧洲国家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一方面想联合俄罗斯对抗美国 但是讲到乌克兰边界问题 如果中国表态支持俄罗斯的话 这当然可以达到对抗美国的目的 但是同时也会得罪欧盟 中国跟欧盟的经贸联系十分密切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最近才跟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通话 那么这个通话的内容 当然也包括乌克兰的局势 但是最重要的 习近平希望马克龙 作为法国是欧盟轮值国主席这个角色 来推动中欧全面协议的落实 中欧全面协议的落实好处在哪里呢 就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 当然之前我们讲过了 马克龙没有这个本事 让中欧全面投资协议 可以在欧洲议会里边得到通过 甚至连启动这个讨论的程序 马克龙都未必做得到 所以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 如果中国表态清晰 支持俄罗斯的话 那么这就等于得罪了欧盟 就更不可能在欧洲议会里面 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的认定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所以在这个乌克兰边界问题上 左右为难 得罪俄罗斯不行 得罪欧盟也不行 中国这个外交态度的模糊 有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呢 可能是因为态度模糊不表态 所以呢两头都不得罪 还有一个呢 是因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不表态 两头都得罪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 中国如果态度模糊的话 两头都得罪的可能性 要大于两头都不得罪 那么在这个外交困局上 中国将会如何选择呢 我想中国希望的就是局势不再恶化下去 如果僵持下去 那么中国就可以在这个乌克兰边界问题上 不需要就这个形势的发展 再做最新的表态 而中国为了避免在乌东边界问题上 做出清晰的表态 中国可能还会采取其他的措施 什么措施呢 就是中国可能会在近期 很快的在台海地区制造一个新的话题 通过在台海地区制造话题 可以让中国转移注意力 可以让世界转移注意力 可以让中国摆脱在乌东边界军事危机上 必须表态这个困境 中国如何在台海地区制造一个话题呢 我想啊 中国有可能采取三个措施 一个措施是军事压力 另外一个措施是外交压力 还有个措施是舆论的压力 军事压力很好理解了 其实在奥运会举行之前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这个军机啊 军舰啊 经常在台海或者台湾上空一带活动 那么接下来我想为了转移乌克兰危机的注意力 为了让中国利用现在这个国际局势 找到自己的外交利益 很可能接下来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还会增强 除了飞机的绕飞 还有军舰的绕行之外 我想很可能还会在南太平洋 在南中国海 可能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 还会发生一个摩擦 这个摩擦发生的程度 如果恰到好处的话 既可以制造话题 又不会引致两国直接的军事冲突的风险 那么我想这是军事压力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外交压力 外交压力也很好理解了 就是中国如果在利用经济援助 让某一个台湾的邦交国 跟中华民国断交的话 那么在外交上继续跟台湾施加压力 再有就是舆论压力 其实前一段时间呢 中国的人民政协报 对国民党党内的一些人士 对国民党籍的一些立法委员 做了一个评价 这个标签是暗读 所谓的暗读就是 民进党是公开的台独力量 而国民党当中呢 有暗中的台独力量 只要国民党的某些重要人物 或者是立法会国民党籍的这个委员 讲了一些什么维护中华民国啊 坚持中华民国的这个主张啊 等等这些话呢 就被标签为暗读 所以接下来中国可能 对一些台湾岛内的政治人士 贴上这个台独的标签 然后把他们列入台独的名单 再有呢 就是在中国境内 很可能惩罚几个台商 这些手法过去都有做过 那么如果是军事压力 外交压力 加上舆论压力的话 那么一定会在两岸之间的问题上 制造一些话题 那么如果在两岸问题上 制造话题 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我们说 现在因为乌东边界的问题 美国跟北约可以说焦头烂额 普京只要轻松的 做一些军事调动的话 那么北约跟美国 就要采取新的措施来应对 那么美国的注意力 无论如何 多少被吸引到这个欧洲问题上 那么在亚太问题上 美国最起码要把亚太战略的步伐 要放慢 在这个大的国际背景下 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 制造一些话题的话 那么这会在这个台海地区 为中国创造一个 鲜声夺人的气氛 那么在外交上 在这个舆论上 给台湾岛内施加一定的压力 除此之外呢 如果在台海地区有话题的话 台湾事务令到在亚太成为一个新的焦点的话 中国就可以避免在乌东边界军事危机上 再做什么任何表态了 因为我家的事情都很忙 所以欧洲的事情呢 中国就避免表态 这也可以减轻中国在乌东边界事情上的外交压力 还有第三个 在台湾地区制造一些话题的话 令到台湾产生一些舆论的氛围 让台湾觉得这个中国的军事压力 外交压力 舆论压力很大 这也可以给中国影响 台湾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 从而影响2024年总统大选呢 创造一些条件 今年是台湾的选举年 要进行县市长的选举 在这个县市长选举之前呢 国民党似乎是处于劣势 为什么说国民党现在处于劣势呢 我们从前不久的公投案 从一些罢免的公投案 还有一些地方的立法委员的普选当中 可以看到国民党现在在台湾岛内的政治势力非常弱 那么这种政治势力的衰弱 会不会影响到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呢 2022年台湾的县市长选举 重点就在台北市 那么如果国民党拿不下台北市选举胜利的话 还有多少人相信国民党可以在2024实现政党轮替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 每当台湾有重大选举的时候 中国大陆都会做某种形式的介入 但是今年呢 好像形式有点混乱 因为过去中国大陆在介入台湾的选举 无非就是支持国民党 希望民进党在选举当中落败 但是现在国民党的政治势力的慢慢衰弱 中国大陆如果真是向过去的介入方式 还能够令到国民党在选举当中得到帮助吗 我想这个困难度跟过去相比越来越大了 并且现在似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不满 在增加当中 刚才我们说过了 很多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 都被标签为所谓的暗毒人士 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对中国国民党的不满 越来越升高呢 其实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改变了两岸政策 过去在马英九年代 曾经有过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当时还是维持现状是两岸的共识 但是现在很明显 中国大陆已经改变了它的对台政策 从过去的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 现在已经变成了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唯一的途径 就是一国两制 唯一的和平途径 除了这个和平途径之外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武力统一了 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改变了两岸政策的情况下 中国国民党还是没有跟着共产党的步伐 改变两岸政策 还是停留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这种停留在一中各表的做法 除了在台湾岛内令到更多的民众 不再信任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之外 中国大陆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也越来越不满 因为我已经改变两岸政策 而你没有跟随我的步伐的话 那么过去的合作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当两岸的关系越来越对立 当这个中国大陆对国民党的态度 越来越变得恶劣的时候 国民党又如何面对目前的情况 这对两岸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中国如果想摆脱自己在乌克兰边界危机上 外交策略左右为难这个态势的话呢 很可能会在台海问题上创造一个新的话题 让国际上分散注意力 让中国把注意力放在两岸问题上 从而避免在乌克兰边境危机上 要在俄罗斯跟乌克兰 要在欧盟跟乌克兰之间 必须要选边站 必须表达清晰的外交态度 从而让自己在外交上受到损失 那么如果中国想在两岸制造话题的话 很容易我们刚说了 有这个外交方面的 有军事方面的 还有舆论方面的都可以做 而今年是台湾的县市长选举年 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的关系 也是两岸可以制造的一个话题 现在好像中国大陆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意 在国民党中贴了几个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是暗毒人士 我们知道台独在中国来说 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现在乌克兰边境的危机 其实也令到两岸关系被卷进去 比如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普京宣布承认两个地区的独立之后 派兵进入这两个地区的时候 布林肯跟中国的外长王毅通了个电话 其实在这种大国外交博弈当中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 这一点都不奇怪 布林肯在这个时候 跟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 说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确实压力很大 而中国也很好地利用了布林肯 跟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这件事情 做足了文章 这个文章就是 中国官方发表的 两国外长通电话的相关内容当中 特别提到了美国反对台独 好像听起来是布林肯打电话给王毅 讲到乌克兰边界问题上 希望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做出支持的时候 美国向中国做出了让步 向中国明确承诺反对台独 我们知道在美国政界 一向对台独问题的表述是什么呢 美国不支持台独 美国这个不支持台独 后面还有一句话 就是台湾问题如何解决 要尊重台湾2000万民众的意愿 任何改变两岸现状的行为 都要尊重台湾民众的意愿 这是美国国务院一向的外交表态 所以美国过去国务卿 在这个台独问题上表态 是美国不支持一个台独 美国遵循三个联合公报 美国遵循美台关系法 一般都是这个模式化的表态 但是在这次布林肯 跟王毅通电话口号当中 由中方发布的官方声明 说了美国表达了反对台独的意愿 那么如果在过去这种做法呢 美国国务院一定会有官员出来澄清的 所以当中国官方媒体说 布林肯跟王毅通电话过程当中 明确表态反对台独之后 很多美国媒体的记者 就到国务院去求证 国务院什么态度呢 国务院说对这种私下的外交电话 不做评论 我们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到 美国在乌东边界的军事危机上 美国有多恐慌 美国有多么希望在这个时候 中国在乌东边界问题上 支持美国的外交立场 其实美国应该看到 以今天中俄之间的关系 中国是不可能明确表态 反对俄罗斯 在乌东边界上所作所为的 而为了让中国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当中国官方媒体说 布林肯反对台独的时候 而美国国务院却不敢做出澄清 按照以往的惯例 美国国务院一旦看见有美国高官 包括当时的总统克林顿说 我们反对台独这个说法之后 国务院马上出来澄清说 我们并不是反对台独 我们是不支持台独 这两个描述是有本质区别的 今天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不愿意为中国的官方媒体 这个说法作证 但是最终好像美国驻台湾代表处 站出来说话 做了一个澄清 我们从美国国务院这个态度 就可以看到 在乌东边界问题上 美国有多么渴望 中国能够给美国一定的支持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大部环境 中国为什么不在两岸问题上 创造一些话题 让中国在这里先生夺人 让中国在主导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方面 能够占有先机呢 所以接下来啊 我想中国大陆很可能会在两岸之间 制造一些话题 那么在这个今年台湾的县市长选举年 制造话题 本来按过去的做法 应该是希望打击民进党 让国民党在选举当中获胜 但是问题是 国民党现在状态 除了是中国大陆对他的两岸政策 越来越不满之外 国民党内部的团结 恐怕也令到中国大陆想支持国民党 在选举当中获胜 更加困难重重 最近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 讲了一番话 在国民党内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朱立伦讲什么呢 朱立伦讲到了2024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 现在在国民党内 已经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 开始蠢蠢欲动 开始准备要在2024总统大选当中 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比如说赵绍康 赵绍康在前不久被记者问到 在2024国民党谁最适合出来选总统 赵绍康回答的非常明确 说2024谁能够代表国民党 出来选总统呢 当然是我 他说自己是政治上经得其考验的 能够代表台湾人争取最大的利益的 从政时也是为国为民 足以代表国民党挑战2024总统大位 赵绍康有政治野心 我想这是人所尽知的事情 赵绍康对政治上的这个期望啊 除了总统大位之位 我想赵绍康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赵绍康曾经在张亚中竞选 国民党党主席说 给张亚中专门做了一个访问 在这个访问当中呢 赵绍康表现了自己另外一面 因为当时张亚中主张跟中共谈判 主张两岸签订和平协议 赵绍康在这个访谈当中啊 赵绍康情急之下 讲了一句真心话 说你怎么可能相信对岸 意思说你怎么可能相信 他对你的和平承诺 所以赵绍康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 他现在就表态说2024他是最适合代表 国民党参加总统大选的 这除了说明他的政治野心之外呢 也说明赵绍康在国民党内 有一定的支持者 但是朱立伦最近啊 讲到2024国民党内 谁可以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时候 朱立伦讲了一句非常重的话 朱立伦说 现在去想2024的人 都是党内的败类 那换句话来说 赵绍康就是党内的败类 赵绍康在国民党内 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朱立伦是国民党党主席 这个一个是有影响力的人 一个是党主席的人 最起码在现在 在公开的场合 两个人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如果赵绍康是败类的话 那么朱立伦自己有没有想过 在2024年参选中华民国总统呢 如果有的话 那么朱立伦在2022年 县市长选举当中 又能够如何领导国民党 在县市长选举当中获得胜利呢 2018年的县市长选举 国民党获得了很多席位 那么在今年选举当中 国民党还能够重复过去的胜利吗 我想今天对国民党的挑战 是十分严峻的 而中国大陆在看待两岸问题上 如果没有国民党这个内在的助力 没有过去国民党跟共产党 两党的合作 似乎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 更加倾向于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武力统一 如果国民党不能够实现政党轮替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想解决两岸问题 想解决一中问题 恐怕只剩一个强硬的选项了 而正好现在乌克兰的边界危机 中国想制造这样一个氛围 就是乌克兰是个国家 它以为依靠北约 依靠美国可以对抗俄罗斯 但是在整体的乌东边界危机发生的时候 在俄罗斯有可能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无论是北约还是美国 都没有伸出援手 都没有给乌克兰强有力的援助 那么如果这是一个既成事实的话 中国肯定会利用这个事件 在这个台海地区制造这样一种氛围 美国靠不住 北约靠不住 美国的盟友也靠不住 所以当两岸发生军事危机的时候 台湾人还能相信美国吗 我想中国接下来会制造这样一种议论 美国是信不过的 台湾人如果想过好日子 还是要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 相信中国共产党 接下来会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那么我们跟大家继续一起观察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